对压态的防线压迫也是非常积极的 接到身后再往前给 这个球呢角度有点小 说给边路队友的传统没有送进来 再做这个位置已经备位了 三民中卫21号崔奇 4号奥克雷和16号郑志云 朱婷 扣过来就直接打 对老将朱婷来说 今天是个比较大的消耗 朱婷出道的时候 右后卫右边前卫右边风都踢过 从谢辉场边的表情就能看得出来 踢球的时候他是一位认真投入的前锋 当了教练之后呢 也是认真严肃的教练 到三角给过来之后中路的包抄 这个球传的非常不错 就在谢辉前一秒还是严肃完成了这次包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球回敲之后 给到内部空当 穿得很坚决 在奥克雷贴着身体的情况下呢 这个球不容易 在奥克雷贴着身体的情况下 实际上差点没有把球很舒服的传过来 严肖门 但还是用脚弓内侧把这个球包了过来 最后呢 有点着急了 这下转身抹得漂亮 严肖闯 往边路领 看看朱婷的处理 最后脚打滑了 不合理的防守动作 马上比赛恢复 下 队员的体能刚才有点没跟上的一个反应 奥克雷 这两下展现出了他很强的能力 弹龙再给如宁奥 这是亚太队的反击 看亚太队的处理 如宁奥这个球有点慢了 如宁奥这个球有点慢 吕鹏呢和奥克雷抢完之后 大连人另外的年轻队员上来帮忙 协防的是色号黄家辉 鞋钉是扫到了奥克雷 最后如宁奥尔 他多带了这两步 实际上射门角度 边路孙国文 强行往里走 门前有空刀 这个球如果后卫不跟的话 商隐争完之后顺着边路 第一下防他的队员呢 以为他想内切 但是他很坚决的顺着边路往里走 刘伟国打出来之后 没有打远 第二下的哭就反应很快 这第一 主察办的处理没问题 过来以后先稀释明人 让两个人先冷静下来 后面的投球 找到了一次有效的进攻机会 鞋船转移给了王华鹏 往回兜之后 这球呢 颜向门虚缓一枪过来 拆墙 送到后点 差一点蹭到 中后卫林隆昌 好的 郑志云这一侧 这现在逐渐的 有越来越多的传宗的机会 艾里科 绑到中路之后 脚的有点小 还是郑志云再起 这个球他给的有点 再来看一下 第一下制造了混乱 第一下制造了混乱 应该又是玲珑昌 这下突然接到身份 好像没有越位 结果当过门将推空门 这个球的启动 是艾里科 从这个位置看 启动这下 启动这下 关键就看拖后的 右边的大连人的队员 因为下半场 以下大连人收回来之后 他防线五个人 五个人的话 实际上 这还真是 最右边的防守队员的责任 因为他能看到 前面四个队友 他没有结实的前样 所以这造业位 没成功 长春亚太队控球不占优 下半场的控球占优了 上门机会 他们也在增加 迪诺 好迪诺强突过去 想零度射门啊 但是他打在脚弓那侧 他